全红禅妹妹也太可爱了吧 巴黎奥运会开幕在即 中国跳水队也整装待发准备出征 近日梦之队方面也是晒出了 此次出征奥运会运动员们的合照 画面中全红禅再次稳站C位 还主动和陈玉希陈一文两人合体比心 面对镜头禅宝依旧显得有些羞涩 萌萌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啊 据了解此次全红禅对自己信心满满 还放话表示拿捏巴黎奥运会的跳水项目 看得出来此次全红禅是带着必胜的念头 登上赛场的 也希望这一次全红禅能够再次不负众望 能够成功拿下最后的冠军 给国家增光天台吧 我知道你说的好一点我们就少问一遍好不好 那你减一半 我可以没问题听你的 你要做好了我们就减一半 哇漂亮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动作 七名裁判全都给出了十分 你没有听错 七名裁判全部打出了十分 全红禅这一跳直接可以封身 也让在场的央视解说员激动万分 十九届亚运会跳水女子十米排的决赛 由王大祖和全红禅和陈玉希代表中国队突阵 两人的出现让其他国家的选手不敢觊觎金牌 因为就在刚刚的双人十米台的比赛中 全红禅和陈玉希直接上演了水花消失术 轻轻松松拿下了金牌 在单人项目中 他们将各自发挥自己的王者实力 同时他来也是其他国家选手的噩梦 因为他们只剩争夺同牌的机会 让我们看看全红禅和陈玉希两位王炸选手 谁能拿下金牌 首先出场的潘德莱拉是马来西亚选手 不知道是不是水土不服 他的第一跳选择的难度系数是3.0 技术动作107b 这一跳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陈禅式炸 马来西亚选手拿到了57分 第二位出场的选手赵安飞 是韩国的选手 他的第一跳选择的难度系数是2.8 技术动作405b 好家伙 不愧是搞笑界的天花吧 这一跳没有20斤鱼 根本炸不出这么多的水花 轻松缓解了在场观众的紧张情绪 这一跳韩国选手拿到了50.4的分数 第三位出场的荒井记忆 是日本的选手 他的第一跳 选择的难度系数2.8 技术动作405b 这一跳完成的非常不错 拿到了63分 日本教练高兴的手舞足道 把他们一贯的小人得知 表现得淋漓尽近 第四位出场的是我们的中国选手陈玉希 只见他一脸淡定 根本就没将日本选手得到的63分放在原里 他要让日本选手见识一下中国人的实力 他的第一跳 选择的难度系数3.1 技术动作107b 惊人的高难度动作 拿下79.5分的成绩 最后一位出场的 是我们中国的扛霸子选手全红蝉 他的第一跳 选择的难度系数3.1 技术动作107b 这一套动作 如行一流水般流场 让其他选手见识了什么叫水花消失水 直接让日本教练傻了一 全红蝉拿下了第一轮的最高分85.5分 陈玉希紧随其后79.5分排在第二名 随即第二轮比赛开始 马来西亚选手第二条 选择的难度系数2.9 技术动作205b 看来这一跳他调整了状态 完成得很不错 裁判打出了66.7的分数 也许是被马来西亚选手刺激到 韩国选手的第二条 选择了难度系数3.0 技术动作107b 这一跳看着空中动作挺不错 但是一路水就彻底板烂 拿到的54分 也对着几只剑紧的水花 紧接着日本选手的第二条 也是选择了 难度系数3.0 技术动作107b 教练为他加油骨气 非常漂亮 这次日本选手用他们祖传的深水炸弹 凭实力拿下了57分 接下来是陈玉希出场 他的第二条 选择了难度系数3.2 技术动作4074 这一套动作非常有能力 但是陈玉希的水花还是有点大 因此裁判只打出了80分 第二轮最后出场的是全红禅 他的第二条 同样选择了与陈玉希 在这个夏日炎炎的季节里 中国体育界再次掀起了波兰 中国跳水队与花样游泳队 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他们的巴黎奥运会之旅 作为你们的自媒体博主 清明我深入幕后 带你一窥这只梦之队出征前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以及我对他们未来真诚的独到见解 想象一下 当阳光透过巴黎的云层 照耀在中国跳水队的出征照上 每一张年轻而坚定的脸庞 都闪耀着对未来的憧憬 但你知道吗 这份光彩照人的背后 是无数细节的精心雕琢 从专业发型师为每位队员 量身打造的造型 到全红蝉头上 那抹恰到好处的发胶定型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 队伍对出征仪式的极致尊重与重视 全红蝉 这位年仅十几岁的跳水新星 她的发型变化 不仅是成长的印记 更是她与教练陈若霖之间 深厚师徒情谊的见证 陈若霖 这位曾经的跳水女王 如今以教练的身份 继续为中国跳水事业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她的每一次亲自操刀 都是对弟子无声的鼓励与期待 出征照中 领队周济红稳坐C位 两侧是陈若霖 与于小玲两位教练 他们不仅是技术上的指导者 更是运动员们心灵的灯塔 周济红女士的领导力 与战略眼光 为中国跳水队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而陈若霖与于小玲 则以其专业的素养和无私的奉献 为年轻选手们搭建了通往成功的桥梁 他们的站位 不仅仅是位置的安排 更是对中国跳水队传承与创新精神的最好诠释 提到巴黎奥运会 中国跳水队无疑是最受瞩目的队伍之一 全红禅 陈玉希等年轻选手的崛起 为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曹元 谢思义等老将的回归 则让队伍的实力更加雄厚 然而 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 我们也应看到 男子三米板项目所面临的青黄不接问题 这不仅是对教练团队智慧的考验 更是对中国跳水未来发展方向的深刻反思 提到年轻选手的培养 郑九元的名字不得不提 尽管他在过去的大赛中 经历了不少挫折 但每一次跌倒都是为了更坚实的战起 清宁认为 这正是年轻选手成长的必经之路 他们需要在失败中汲取教训 在挑战中磨砺意志 最终才能在国际赛场上绽放光芒 因此 对于中国跳水队而言 下一个奥运周期不仅是成绩的追求 更是对年轻选手培养体系的全面升级与优化 作为自媒体博主 清宁始终坚信 中国跳水队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随着年轻选手的不断涌现 和教练团队的不断努力 中国跳水定能在巴黎奥运会上再创辉煌 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 在成绩的背后 是无数汗水与泪水的交织 准复 使用